在開打50天 俄羅斯出現了這麼大的一個損傷 整個莫斯科號沉默 不管他怎麼沉默的 對俄羅斯來講都是重重的一擊 相信普丁很不高興 所以今天有新聞 說基輔又被轟炸 轟炸了整整一小時 俄羅斯設定的战勝時間 應該是5月9號 5月9號今天是開打51天 5月9號的話就是開打75天 也就是說如果按照這個進程的話 這場戰爭應該不會是一場百日戰爭 在百日之內就會被結束 但出現了這麼大一個重大的變數 你覺得呢 我想這個會對俄羅斯的這個士氣 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而且不只是軍隊士氣 會這個民間的士氣會造成影響 所以俄羅斯方面的媒體 他的整個的新聞公布 非常低調 而且他不承認是被烏克蘭擊沉 我想大概顧忌的就是 就是這個民心士氣的影響 不過這個是俄軍付出的代價 不過我的邏輯是 俄軍如果代價越高 這場戰爭會打得越激烈 這不是說他付了高的代價 他就會往後退 因為這場戰爭 中間一直有一個原因就是說 俄羅斯在打的時候 他是有節制的打法 就是說他的打法 他的不管是戰法 使用的武器各方面 他是政治在主導這個戰爭的 所以你某種程度上 他沒有使盡全力 所以他之前對基輔就手下留情 就是對基輔手 如果說真的要毀滅這個國家的話 那當然是把他的這個指揮中樞 把他就毀掉了 那他是不是有能力 事實上是有能力 所以我覺得這個戰爭 俄羅斯付出的代價越高 這一場戰爭的慘烈度就會越高 那麼烏克蘭要付出的 相對代價也越高 這是很符合美國人的 美國這些國家的這些利益的 不過這一艘戰艦 其實是第二艘被集成的戰艦 因為3月25號 就在馬里烏波爾西邊 有一個城市叫別江斯克 那時候有一艘俄羅斯的補給艦 也是不小的艦 4500噸的艦 也被集成了 也被集成了 所以這是第二次 我覺得這麼大的艦 這個補給艦 可能他的反艦飛彈 事實上應該是 裝備應該沒有莫斯科號這麼好 這叫莫斯科號雖然 雖然他是大概差不多 1980年代初期下水入列的一艘船 可是他在大概差不多2000年的時候 他曾經大修過 大修過 所以他是一個裝備有提升的 而且本來號稱他對於反艦 他反艦系統非常強 也就是不管你從高空中層 或者低空過來 還有三層 三層的反艦系統 因為這次烏克蘭是說 就是發了兩枚海王星 照理說兩枚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為什麼 來 我們有一張這個細節給大家看 這是台灣媒體比較沒有曝光過的 我先給大家看 為什麼就會被打中 假設烏克蘭講的是真的 到此刻為止 俄羅斯並沒有承認 當然他也不會無緣無故的失火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海王星 海王星就是對烏克蘭來講 是立功的 這是集成了這個莫斯科號 為什麼呢 這個海王星是2013年 烏克蘭在既有的基礎上去研發的 所以算是架槓的烏克蘭所研發出來的一個 這個反導彈系統 那麼2018年完成了首次的成功試射 它的最大射程可以達到這個290千米 好 我們繼續就來看 那到底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次可以打中 把它打成 假設烏克蘭講的是真的話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我們看到有一個訊息 我們找出來 當時你會覺得沒什麼重要 但今天比對的話 你就發現原來如此 這個訊息在4月12號就出來 當時俄羅斯有個新聞 說有個北約的密碼監察小組 在什麼 在奧德薩開始了工作 那這個工作 工作什麼呢 專門監視俄軍在黑海上的艦艇 然後來指引烏克蘭的導彈 這樣來阻擊俄軍的登陸 4月12號曝光這個訊息的時候 大家沒有太注意 另外一個訊息就是說 奧德薩被烏克蘭部署了很多水雷 所以莫斯科船艦為了躲避這些水雷 行動受到了影響 他只能夠負責什麼海上封鎖 艦艇協調 武力展示等等 就真正要去攻擊是有點困難 因為要去躲這個水雷 所以在這個水雷的影響之下 他的每次航道幾乎都得固定 就是那麼幾條航道 因此被烏軍鎖定了 找到了他在海上的行動規律 再加上北約提供的這些訊息等等 所以一下子就打中了 要打中一艘艦艇 大家知道你最怕的就是 你的行動被掌握 所以有可能是這些加在一起 所以他被打中 然後烏克蘭也證實 這個海王星是從哪裡發射 就是由他們一直潛伏在 奧德薩附近的一個基地 所發射出來的 這是今天的訊息 對比4月12號的訊息 你覺得兩個有Match上 有Match上 我們再來看一下 莫斯科號他自己的防禦問題 他的兩種防空導彈 只能覆蓋到最低大概25米高度 來齊的目標 但是海王星可以更低 可以更低 還有一個 根據這個莫斯科的講法 根據俄羅斯的講法 說這個官兵都已經疏散了 在沉沒之前就已經疏散了 可能嗎 當然我們可以理解 此刻是戰爭還在進行當中 而且這個戰事不是太順利 所以你怎麼能夠承認說 是被烏克蘭擊沉的 你怎麼能夠承認說 上面的官兵 所有都已經死亡了呢 但是因為莫斯科號上面的武器很多 武裝到了牙齒 所以一旦被擊中的話 那就是一個海上的巨大火藥桶 一旦發生火災的話 連鎖反應像是那個 你知道一連串的鞭炮 全部會炸開 而且上面還有這個防炮 還有SNN4的這個導彈褲 相繼爆炸 所以大概是逃無可逃 應該是逃無可逃的概念 所以這些大使你怎麼看待 這一連串的訊息 這個台灣比較沒有燈 台灣大概就是告訴你 說他被擊沉了 烏克蘭的一大勝利 很多人就在想說為什麼 俄羅斯這麼脆弱嗎 莫斯科號 他不是一般等閒的一些艦艇 莫斯科號被擊沉 真的等於是重重的打普丁一個耳光 確實 你看到這2014年的時候 8月12號 普丁就登上了莫斯科號 那時候他好年輕 登上了莫斯科號 這艘這個艦艇對於俄羅斯來講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台灣 大家都告訴你說他被擊沉 為什麼被擊沉 大家沒想過 原因可能就在這裡 對 這些理由我都可以接受 不過有一個疑點 我覺得可以探討就是說 這個戰爭已經發生51天了 那麼這個海王星導彈 事實上反潛導彈的話 事實上的話 他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他才使用 他為什麼之前沒有用 他為什麼10天前沒有用 20天前沒有用 他具備這個能力的話 他為什麼沒有用 那我自己的這個推測倒是說 他這裡面有兩點 我覺得可能是他當時 不具備的能力 也就是烏軍不具備的能力 可是現在他有突破 第一個就是定位系統 也就是說你今天這個莫斯科 這個莫斯科號他在海上 因為後來說他這個海上 海象不好 所以就是說他拖回來的時候 風高浪急 這是我看他們的報導 所以後來沉默了 海象也不好的情況下 那你怎麼定位 因為這個大海之中 這麼一艘船 事實上就跟大海撈針一樣 你怎麼定他的位 那我想就是說 應該是北約的系統 然後提供他情報 很加清楚的定位 確實 所以我們倒推回去 看到4月12號 這是當時俄羅斯自己的訊息 看起來是確有其事 確有其事 定位抓準了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這個莫斯科號 現在感覺上 他的防衛是非常脆弱 也就是說他的雷達 監真系統 事實上好像沒有效果 可是現在這種戰爭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先決的一個戰爭 就是電子 電子戰 是不是他的電子系統 遭到干擾 因為現在很多電針機 還有電子作戰的飛機 那個烏克蘭是沒有的 這個只有北約有這個系統 所以是不是整個電子系統 遭到北約協助的干擾 那現在如果說 烏軍現在具備這兩種能力 一個就是定位系統 你的這些重要軍事目標 即使在海上 我可以很精準知道在哪裡 跟北約情報分享 北約情報分享 另外就是 如果有電子干擾的話 我想這兩個具備以後 那麼俄羅斯將來面臨這場戰爭 他被打擊的可能性 就大大提升 而且不只是說 你現在在海上的目標 甚至上將來陸上的很多目標 那麼都會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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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擊 所以我覺得這場戰爭 這一個其實對莫斯科來的話 我講是他逼著他必須要提升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銀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在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